登登登登登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元宇宙电台 我们是一个VR玩家的直播先聊电台节目 今天是真人出镜版 哈喽各位欢迎欢迎 首先我介绍一下跟我在一起的嘉宾 潮玩VR姐夫欢迎 哈喽各位大家好 我是阿妈VR姐夫 Danny欢迎 大家好我是透皮Danny 然后由我们的Mega会玩 Kiss欢迎 哈喽我是Kiss 那最后是导播录播机 董德老师 今天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直播和形式比较特殊 有几个看起来 有点奇怪的 头像出现在画面里面 这个就是Apple Vision Pro的最新的功能 Persona的方式来加入 这个FaceTime视频聊天 今天也是我们用这个形式来 试试播电台节目 然后聊一聊Apple Vision Pro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的热度都在这个设备上 我们最近这几个人呢 也都收到了这个设备 用了一段时间 所以想采访一下各位 对这个东西的想法 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 有什么特别吐槽的东西 今天我们聊一聊 首先我想问问在座几位 就是你们用过这个设备之后 你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可以稍微给大家描述一下 好吧 要不从姐夫开始 好吗 好 你想先说 那你先说吧 你先说 你举手 谁举手 谁举手 对 Ladies first 痛 太痛了 总结一下 好 我觉得压力 太痛了 真的好重 不是可能是我脸型有点不太适合 或者是这个面罩跟我的脸型不太适配 就真的怎么样都不舒服 我感觉这是我带过最不舒服的压设备 这个评价实在是太严重了 是 确实 我觉得主要是啥 主要是你没做适配 因为如果你 你比如说如果是去那个苹果店的话 是需要给你扫脸的 你这个扫脸了吗 对 没扫脸是主要原因 对 如果扫了脸应该会好一些 但是就算好也不会很舒服 倒是 我是扫了脸 目前来说 用双黄的头戴会比较舒服一些 然后是用了加框的面罩 这不用那个薄的 我是用了厚的那个 反正我两个盖子都是了 我都觉得很压烈 那你有换过那个面罩垫吗 都换了吗 没有 应该是那个light seal的尺寸不太合适 对 这个非常重 因为light seal是很硬的 对 他要扫描你的脸才能适配到更合适的 这样他不会压特定的某个区域或者是出现漏光的种 但你这个体验应该主要是 不是他自己的面罩 对 是 你看他现在那个表情 大家注意到了吗 Persona的表情捕捉特别的细 他姐夫眼就怎么一直往上飘 就一脸糊糊的状态 有的人 你看就是 那可能是因为姐夫把他的那个视窗放在了上面 所以看的时候需要往上看 哦 你在Facetime的空间计算版本里面 你可以把那个我们每个人头像 你视窗放在哪 完了之后他就像一个摄像机一样 你的脑袋的那个就是对的方面也会随之改变 嗯 对 这有点滚粗 这还有吗 是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特别印象深刻的 我 比较 惊讶于他那个手指的扣向 还有就是 在虚拟环境里面 画面是真的很清晰 屏幕非常的赞 那我来说说 我给大家说一说 我的这个想法 这几天其实看到这么多UP都非来美国贡献Vision Pro呢 然后有一个体会 对 是什么体会呢 就是整个都不是VR了 是整个消费电子领域近年来 有多么的匮乏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美国也有一大堆贡献这个的 是什么呢 整个社会都对革命性创新充满了期待 作为一个头显爱好者 和曾经的果粉呢 起码目前使用这几天而言 苹果史上最抽象的产品 没有之一 我的天啊 很简单 因为它看似什么都能做 却什么都做不了 为啥呢 我先给个结论 我很好奇啊 咱们这个直播间里的朋友大多数都是玩VR的吗 还有一些没没玩过的 应该大多数都是玩VR的和从业的 对 从业的是吧 OK 那我就直接分享我作为一个VR使用者的感受 那站在实用跟功能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作为一款头显 起码在这一个月里面啊 我不觉得它一个月能试试配一大批应用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当我这接下来这些话都没说啊 但是呢我就就以我这几天的体验为主 是什么呢 作为一款头显 它无论如何它还有一款头显 Vision Pro无论是在佩戴体验还是交互上 并没有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这台设备我在店里面用的时候 跟带回家详细用之后 没有任何的惊喜 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惊喜啊 这是非常保守的说 那如果非要说的话 就你非要让我挑出来一些它做的好的地方 那就像刚才姐夫说的 它的分辨率很好 屏幕很好 还有呢就是它的音效特别的棒 可以说是特别的棒 那这一天体验下来呢 Vision Pro几乎 但是这一天体验下来 Vision Pro几乎不具备虚拟现实的能量 甚至呢就连最初级的网页 WebXR都不能很好的支持 WebXR不是有一个switch开关 有一个API 但是你的手没有办法控制 你打开了之后 只能停在那里 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交互 所以这是让我非常崩溃的一点 是的 所以是什么呢 没错你们想的很没错 这台设备只能作为虚拟扶窗来使用 那用库克自己的话来说 这叫做空间计算 那如果你是快三用户的话 是的 如果你是快三用户的话 接下来这段话 会让你对Vision Pro有限里 放十多个虚拟屏幕的人 在功能和交互上 Vision Pro可以做的 快三也基本上都能做到 并且做到了70% 80% 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说 这个数字是90% 这么高评价 你对这个Quest 3 我不是对它高评价 我就是觉得快三能做的事情 就是你比如说悬浮窗 那咱前头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你快三它的确没有办法做到十多个 同时快三有它的问题 就比如说这种2D的应用 其实没有原生的安卓应用 它里头没有Play Store 大部分的生态都是围绕着Meta 针对VR所搭建的 但是你比如说 因为我说的是啥呢 就是你主要使用Vision Pro 它里面作为一个头衔主要的功能 还是浮窗 那浮窗这个的话 那我就不用说了 快三肯定都能达到 并且手指这种交互 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 然后相比之下快三的生态 我觉得是它一大优势 就相比于Vision Pro而言 Vision Pro的话 如果相比于快三的生态 它可能做到了60% 50% 那当然人在我看来更低 可能50%以下 还是回归那句话 Vision Pro现在的体验 主要是它的悬浮屏 然而快三呢 既可以悬浮屏 可以混合现实 还可以玩VR游戏 对 这是我最近而言 作为就是非常主观 就是这个 你可以理解为是我在喷的 或者怎么样 但是就是一个非常主观 作为一个曾经重度VR使用者的 这么一个想法 我其实今天早上还试过玩 它所谓的沉浸式游戏 所以我想尝试打开水果迎者 但是它对这个墙地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它需要我前面有一大片空地才可以玩 所以我这个我目前还试不了 所以我试了另外一个 我试了另外一个 这是Synth Rider 对的 合成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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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还行 它是直接识别我的双手 但是呢 那个感觉好奇怪 因为没有了控制器 手柄的震动反馈 对震动反馈 所以就算我击中了那些球 那些音符 我都没有一个震上的反馈 我觉得 挂完 对 差了一点点的东西 主要是你已经体验过的 VR版本的Synth Riders 然后再来玩几个就会有点 觉得无聊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哎 这个真的 所以弹幕区有一位朋友说的正对啊 他说这东西是真头显 就真的就是头戴显示器 呃 对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Cupertino 眼睛为啥一直往上看 哦 那可能是我的 呃 那个眼动最终没有做好 不好意思啊 而且我加了第三方的晶片 这个我会在我的视频里面啊 再说一下的 哦对姐 我现在在用第三方的近视镜片 哦 怎么快就出了 啊 第三方近视镜片会对眼动追踪造成问题 因为他那个一般需要用苹果官方的这个 镜片之后你用完了需要扫一个码 就扫个码 是的 是的 特别讨厌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Kiss的眼睛这么大 卡Bug了 这Bug 好大 就就就 这个是已经是第二回了 我之前扫的那个头 他就是有的时候眼睛会 变大 那现在他又变大 那明显是个Bug 好 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发现这两天我在使用Vision Pro的过程中啊 我发现Vision Pro 你像iPhone的话 如果你要关一个软件 你直接就是上滑给它滑掉就完事了吧 Vision Pro 它没有彻底关闭软件的功能 哦 有 对对对 按了叉子 它还在后台运行 你长按 你长按那个两个物理按钮 就会出现进程的那个列表 你可以杀掉进程 哦可以吧 两个长按哪个 哪个 就是那个表冠和拍摄照片 这两个物理按钮 一起长按 哦 ok ok 好 那我上次试试 很累了属于是 呃 现在知道了 可以 但是现在看Kids的这个这个大眼镜啊 就感觉整个人就变得更 哪怕他说一些狠话 他看着也很温柔 不知道为什么 ok那那我再多说点 那我再多说点狠话 哦对 还有一个我发现这两天我在使用Vision Pro的过程中 它有的时候会卡 对 它可能会死机你知道吗 是 它就要优化还有一些问题 对对对 他现在有人提到的还是说苹果的什么生态啊 开发者的号召力啊 可能要 嗯 你要等一年之后慢慢才能看出一些区别 所以大家总的体验我觉得也是 是的 我觉得还真的就是你说一年 我觉得这个时间说的还不错 为什么我这么讲啊 就是可能大家比如说一个感觉 就比如说当时iPad出来 适应这种iPhone的应用 完了后来是比如说Mac出来适应这种就是说iOS的应用 但是我觉得Vision Pro它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 首先它售价十分的高昂 嗯 那开发者他如果做适配的话 他需要考虑他使用的使用的这个受众够不够广 嗯 受众也是一个问题 那人家干嘛为一个这么点的受众去去做这么一个适配呢 嗯 他干嘛不等后面这个就是比如说苹果迭代了 出了一个比如说更更亲民的这么一款设备 嗯 用人数更多的时候再再去做适配 所以其实哎我就现在就是挺绝望的 虽然我最开始调整的一期就是它完全不是个VR 它就是个大iPad 对 但实际上的情况事实就是它的iPhone应用你能用的也很少 iPad应用其实能用的也比较少 你比如说TikTok啊这个YouTube啊 但是YouTube好像说快要出了哈 然后还有这个原神啊 还有一系列的我喜欢玩的iOS应用 还有游戏它都没有 所以就是这两天让我比较崩溃的一个点 嗯 我个人啊比较喜欢 就你们说了狠话 那我说一些好话吧 哈哈 我比较 我说了很多缺点 你说了点 你说点优点 我说一些优点吧 优点的话我是挺喜欢它的相机的 我特别是无论是拍空间视频也好 拍空间照片也好 我在这个Fission Pro里面回看的时候 哎 感觉真的挺不错的 很真实的还原真实世界的那种立体透视的效果 无论是我用iPad Pro来拍摄的空间视频 或者是用iPhone 15 Pro Max来拍摄的 都没有用Fission Pro拍的那么好 这个是真心化 真的 然后 我挺喜欢在看这些空间视频的时候 打开那个Immersive的模式 它就像突然把那个回忆 从你的脑袋里面拉出来 那个感觉 因为它在四边的框框做了一个毛边的处理 再加一些光的溢出 就有点像看现在的YouTube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黄金光的感觉 这个其实很难去形容的 这个你最好自己有机会的话去体验一下 我在Immersive的模式里面看的时候 我是更投入这个内容里面的 但是说会看到哭或者是感动到什么 我觉得暂时还 我跟你说我在苹果店的时候真看见人哭了 真的哭了 就哭了 就在那哭了 我就是说什么呢 我觉得是make sense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 他使用VR的经历就是用手机盒子 所以他可能也没接触过Quest 他一下子发现这么高兴 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 其实挺出乎意料 那也能理解 对于我们而言的话 就是效果其实真挺不错 我也贯同姐夫说 这挺不错的 但是就可能没有说被震撼到哭的程度 我觉得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么高的期待 就是他这么高的售价 配不下我们对他的高期待 就如果他是一个可能一万多块的 他如果一万的话 他是一款很棒的设备 对非常棒 我说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设备 是的 他就光看电影就值了 Danny是咋想的呀 你试那个空间视频 还有那个照片了吗 你觉得咋样 我试了 因为我之前有用那个AI眼镜 然后他们自己的软件 或者是那个special 诶那个 specialify 对对对 用那个软件转化成那个3D视频 用AI眼镜去看 就是我已经体验过那个 然后我当时就期待说 Apple Vision Pro会不会有 就是他有更厉害的算法呀 或者是有更沉浸实体 但是我今天是发现 好像没有差太多 嗯 其实借着这句话 我有一个想法 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Danny接着说 嗯 我们这个FaceTime要验证一下 等一下 FaceTime要验证一下 等一下 FaceTime要验证一下 他们突然 突然崩了 这边点有1000多人看过了 哇 哇 可以的 哦 挺热闹的 挺热闹的 咱们可以先自己随便聊一聊 我觉得 可以可以 我们先自己聊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这个弹幕里面提出来 姐夫你负负负负负读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没看这个直播间 好 看一下 看拆机 其实有很多没必要买 没必要的配件可以看掉 对的 关于拆机的话 当然这个也不算很严谨吧 但是拆机的话 其实Vision Pro它最重的地方 就是它前面这块玻璃 还有它的那个外部显示屏 就是给别人看眼睛的这个部分 如果这个能去掉的话 它重量能减很多 这蔡老师他不是拆了吗 先两点看它那个动态 对 它能降到300多克吧 嗯 是 然后还有它两边那个耳麦 那个那个麦克风 不是麦克风 那个扬声器 也是很重的 嗯 是的 它两边的扬声器其实也挺重 但是好就好在 它扬声器其实可以通过卡针给取出来 嗯 所以其实也给 哎呦 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 它边上的扬声器 如果你拿手去捂着的话 它的声音的效果就会特别棒 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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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这个VR都是一样的 就像来一个网 呼住你的耳朵 哇 真的就那个感觉就是跟影院里一样了 就是如果你能呼呼住的话 就是哪怕拿个罩子在这一罩 是 那个感觉就会变得好特别多 啊 来晚了聊多久了 我们才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对对对对 你有什么问题 那个随便问 啊 这个三个三个三个up主 来回答一个问题 哪个虚拟主播 用眼睛 很简单 我们有这个 云凤 肺慧问 用眼睛就是会不会很肺眼力 容易眼神疲劳 好 呃 这个要看你是不是输入很多的文字 如果你要拿他打文章的话 并且你还要拿手 你不用双指缠去打 你用眼睛去打的话 那你视觉肯定会疲劳 因为他需要你在 你选 你看中的物体上停留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能判定你是在选中这个物体 所以你是需要一些学习成本的 刚才Danny说到了那个空间照片的这个事情啊 哇你接的真自然啊 空间照片还有那个就是这个空间视频的感觉 你可以接着说 刚才我没说完 哦对 就是呃 因为我之前在其他的AR眼睛上看过嘛 所以我感觉差别不大 然后他也不是真的那种 非常让我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就总体来讲 还是一个3D视频 3D照片这种体验 所以我个人觉得没有很惊艳 嗯 但是如果我想啊 如果考虑到很多人是断了层的 他们是很早以前 很多年前只试过手机VR 然后一看到手机VR 试过以后就不想再用了 然后隔了这么多年 再重新世代现世代的VR 特别是Apple Vision Pro 他们就会很惊讶 呃 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了 就跟我们呃 呃 这些平常都有玩VR的人 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是的就比如说 对吧 我们都是玩VR的人 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同学 甚至我们的爸爸妈妈 或者说我们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他们可能没接触过这种东西 嗯 嗯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呢 就是也经常去电影院看3D电影 然后呢 自己也会玩一些VR的设备 并且玩的是VR的游戏 对吧 那看到这个的话 就是呃 大屋见小屋了 就不会觉得有多么的惊艳 是的 哎 我 这么多人喜欢Denny的 那我不要把Denny挡住了 哈哈哈哈 我把弹幕挪上去一点 哦 是姐夫在播吗现在 我也在播 我也有播 okok 我把他们的信号转播一下 好 嗯 嗯 嗯 好 我们 诶 这是哪里来的声音啊 我没在看视频 还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Vision Pro的 我们也可以继续分享一些 关于Vision Pro的一些 要有的感受 这个Lip VIP问 看电影清晰度如何 比Quest 3厂多少 啊 看电影的清晰度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对比成MX影院来 是的 对比 甚至很多外媒评价说它的观感比MX影院还好 对 真的非常清晰 我昨天用来看的那个俄罗斯方块那个电影了 非常好看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想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现在市面上你可以买到 啊就是性价比最高的观影设备啊 就是就是观影设备指的是顶级的观影设备啊 嗯 有电视 对 对比电视还溜 是的 有了有了 甚至可以无限放大 是的 嗯 空间视频和180全景视频差别大吗 还是会 啊 非常大 哈哈哈 其实哎 其实在我动态里也有朋友问这个问题 不会是一个人吧 这个其实差距还挺大的 因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刚才姐夫也讲了 就是空间视频它是一个 它并不是什么空间视频 你就把它理解为是时间前的3D视频就好 就是你电影院里面看到的3D视频 那它的清晰度肯定会差一些 因为它是在Vision Pro自带的相机里面拍出来的 包括空间照片也一样 它也是3D照片 它并不是空间的 它只是立体的 苹果给它包装了一下 起另一名字 叫空间视频 跟空间照片 那实际上它就是3D视频 跟3D照片 对 嗯 就 苹果做这个包装上面确实是 太厉害了 就是 库克这两年真的是 着力在提升苹果的商业价值 那对于它的产品价值呢 人家本身就不是搞这出身的 人家是搞营销出身的 COO出身的 所以 对吧 这个名字肯定还是得起好的 对 好 然后有人问 国行发售生态 应该会比现在好很多吧 我觉得是什么呢 其实美国买的这些 就像我们这些玩家 其实就是 就是小白鼠 买的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的其实就是在 为什么它要在美国发售 你如果玩游戏的话 你就知道游戏之前 它都需要做区域型 就是地区型 地方型公测 对吧 它地方型测试做好了之后 它才能全球公测 其实现在它就是在做 美国区的公测 然后做完了之后 到时候 你过了半年 甚至一年到时候再发中国的话 生态肯定会比现在好很多 但是是什么样子 这个不敢保证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保证的未来 对吧 只是我们基于以往苹果的样子 来想象出来的 因为这台设备它不同于其他设备 你要说如果是Mac 是手机的话 它的价格还在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 那对于Vision Pro的话 它的价格 还有它的整体设计 包括它的笨重 对吧 这整体的便携 它显然不是针对一个普通人的设备 它肯定是针对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还有对这种科技产品 足够的热爱的人所设计的 那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持有量不会那么高 所以是否会有那么多开发者 真的会在第一时间为它做适配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值得去思考 就看开发者会不会看好这个空间计算机这个赛道了 对的 真的 他们能不能相信苹果会真的把以后的精力都放在这里 然后会出一个评价一点的 然后点中的版本 那这个才能吸引更多的大众去买 而且会更多人用上面的应用 目前来说这么小开发者在首发的时候放应用进去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他们会害怕 没什么人会用这个 觉得被外形被重量劝退 对的 并且其实开发者做适配的话 本身也是一个就是耗费时间还有精力的事情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机会成本去衡量 对于开发者而言是否值得去做适配 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就是是否值得去购买 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一个负循环 对吧 你就比如说Quest 那如果说Quest的出量很少的话 那为Quest做游戏的人肯定也会更少 那导致更少人去买Quest 对 所以这个机身单跟单身记忆的问题 然后有人说交商银行就很好看很看好 对我看到交商银行好像有出AR的APP 我还没下载我看到了 交商银行出什么东西了吗 对出了一个APP你去App Store看一下 啊在美区的App Store吗 对啊 有的 不知道啊 那你曾经是炒股吗 不知道 我没想起来了吗 这不是 如果玩水果赢者之类的 我觉得不好玩 玩不了 因为他学很大的空间 我觉得我们花三千五百刀 不是来玩愤怒的小鸟 还有水果忍者这类游戏的 啊 首先要设定那个房间就要求很严格 要必须要放那块地方 然后上来会是手势去砍水果 但是很难判定到 而且他画了一个半圆 然后水果又在离着大概1.5米以外远的地方 在那里 我站在那个半圆以内我是划不到它的 然后我走过去去划那个水果呢 判定也很难 大概就只有一个方向 大概10次能中一个就不错了 而且手还不能特别快 手快就是识别不到手 啊 OK 看来我又多了一个喷它的理由 对 这个我下载了 看到需要那么大空间玩的 我都没有试完的欲望了 那你没有玩到好玩的游戏吗 没有 Vision Pro可以说一款一款VR游戏都没有 甚至连iPad游戏都没几个 我就实话跟你讲 就这么残酷 诶 但它Apple Arcade里面不是好多吗 它那个Arcade的那个游戏我真的无语 就里面首先Arcade的游戏没有全部适配 只有一小部分 嗯 并且里头有的游戏都是这种塔房的 你敢信 你拿Vision Pro去玩塔房游戏 那是零几年的塔房游戏 但是我对那个 因为连上那个蓝牙游戏手柄之后 我对一些那个主机类体验的游戏 我觉得还有点好感 因为它确实就是当一便携的大屏幕用了 除了一个重量 问题就出在这 生化VG4生化VG8 都没有适配 最近刚出的死亡搁浅全都没有 对对对 想玩都玩不了 我跟你说 甚至连连连那个吃鸡你都玩不了 呃 我最想玩这几个 就是没有 哎 踢死我了 我都已经在那个Mac三杯码上 哎 就很气人啊 那我最开始我想了 没有啊 你们你们现在最期待赶紧上线是 是什么内容 我现在最期待的内容 我实话跟你讲 我现在最期待的内容 就是可以让我发 发空间视频的 我刚才跟大家 跟那个 这个跟 跟 Danny还有那个 那个姐夫讲了 但是没在直播间讲 就现在我跟你们讲啊 VG Pro对于我而言 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一个空间视频版 或者3D版的抖音 知道吗 我可以直接拿这个东西去拍东西 第一视角给你们拍3D的内容 完了之后 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头盔的人呢 我就 我就是不是有这个头盔的人 有这个头盔的人就可以看我的视频 然后这个软件最好还是被 Quest 然后我拍这些视频 他们全都能看 嗯 就就是有很多人做这个内容 比如说我就可以邀请一大堆这个 现在比如像你们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已经买了 VG Pro这种博主 哎我们就入住这个频道啊 咱现在开始创业 入这个频道 完了之后就开始拍这个视频 然后呢可以适配快3 那快3不能拍空间视频 哎我们给快3做一个能拍空间视频软件 然后呢就叫大家一起来拍这种第一人称的这种这种这种3D画面的这种视频 啊 在上面分享 啊 你会担心它清晰度不够高吗 拍出来 不会如果看的话 其实感觉还行 就是如果你只是作为短视频来拍的话是肯定够了 我感觉是够了 主要是它并不是一个1803D嘛 你只是一个窗口那样的方式 对只是一个3D 只是一个3D的视频 就不是没有环绕 嗯对 而且手机盒子也可以看呀 对手机盒子也可以看 我跟你说啊 我带个Vision Pro我边上放上3D视频 教我做菜 你看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挺好 教我怎么做菜 或者教我怎么样 就直接边上放一个 哎我咋就直接做了 教我折纸 嗯多好呀 哎那现在有人比喻说这个Vision Pro像iPhone1 因为iPhone1连App Store都没有 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Vision Pro没有什么生态 什么都不完善 我反而觉得Vision Pro是更像之前那个Mac mini 你不觉得吗 这是第一次用M芯片的Mac mini 但是它是给开发者的那个版本 不是发售那个版本 啊 啊 他把这个Mac mini就是卖了很贵给开发者 让开发者做适配 然后一年后就终于正式推出市场 我觉得Vision Pro是有点这个味道 我感觉我感觉更像Apple Watch 哎 我跟你说我一直都是这样感觉的 知道为什么吗 我来我来聊聊这个问题 我问个问题 直播间里有多少果粉 或者说曾经的果粉 乔布斯的进途有几个 咱聊聊这个问题 我这个这个这个我昨天我跟你说 纠结了一晚上这个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曾经乔布斯的果粉 应该挺多的这里 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 真的我就非常同意老潘的观点 知道吗 为什么说Vision Pro特别像Apple Watch 甚至说他完全就是Apple Watch 我跟你说 Apple Watch就是库克时代的典型的代表作 是什么 自己已经失去了重新定义的能力 嗯 什么叫重新定义 你要去重新定义一个产品的品类 这个是iPhone化时代的意义 嗯 Apple Watch是什么 Apple Watch是当年安卓的手表已经出了很多年 各种健身环小米手环玩了摩托罗拉 这种安卓手表已经出了一大堆了 苹果为了不失去加入到可穿戴设备的这个战场 它传出来的这么个东西 嗯 它相当于是把其他的东西传成了一起 往里放了一些苹果的设计语言 嗯 放了一些苹果的这种工业设计的语言啊 包括它的这种风格 然后做出了这么一款产品 但是你能说Apple Watch这款产品 它重新定义了苹果手表 就是重新定义了可穿戴设备这个品类吗 那肯定不是 因为它是就是说句难听的 就说当然这句话可能有点难听 它是一个跟风的产品 嗯 就是说就是说 为什么我现在对Vision Pro的期待 就是说我对它的前途就是有一些不信任啊 或者说有一些担心不能说不信任吧 对吧 就是比较担心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Apple Watch出了这么多年 它有什么质的改变吗 嗯 它跟第一代几乎没什么区别 是 我就怕后面苹果继续走这个老路 继续在这 在在这 在这啃这块老骨头 继续啃这个乔布斯留下这点精神 到后面它就全磨没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 你刚才说的iPhone1 那你在生态上面我是很同意这位同学啊 Vision Pro这台设备在生态上面可以说跟iPhone1是很像的 嗯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因为当年iPhone1刚出来的时候 生态就是几乎没多少嘛 并且连Apple Store都没有 甚至连壁纸都换不了 对吧 那Vision Pro的话 它可能多少要比iPhone1要好一点 为什么它需要比iPhone1好 它我就这么的跟你讲 它本身它就要比iPhone1当年的那个时代的生态要好 它如果不好的话 这款产品会是一个注定失败产品 你要想一想iPhone1它出现的年代是2007年 那个时候移动互联网移动计算设备还没有被完全的普及 那个时候人们对一款新手机的期待和它的要求 拿它做的事情会很少 然现在这个时代一样吗 Quest已经出来五年了 那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如果再出一个新的手机系统 比如说某个公司小米或者说Meta 他出了个手机他自己研发了个系统 对吧 那这个手机系统的话 你肯定会拿它去跟其他的手机做对比吧 所以说为什么Vision Pro它注定不能像iPhone1 就是它的生态不能像那么拉垮 它如果真的那么拉垮的话就没人去用了 然后再回到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刚才说这里面有没有人有没有果粉 其实我就想聊聊iPhone的这个问题 就像刚才说的 当然了这个问题我相当于是给它变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来问一个问题 Vision Pro它的意义跟iPhone的意义一样吗 那我可以给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一丁点都不一样 因为刚才老盘说了 Vision Pro它就是Apple Watch 那iPhone它一样吗 当年所有的这个设备 要不然就是全键盘的 要不然就是拿一根细子跟牙签比 但是戳着写字的或者打字的 对不对 PDA 对PDA真的是 那iPhone它做了一个什么 它相当于是完全重新发明了一个品类 需要键盘的时候键盘弹出来 不需要键盘的时候键盘消失 你使用什么应用 它就会变成什么应用的界面 你使用iPod 它就变成一台iPod 就是这台设备本身就是一台非常激进的设备 是许多其他厂商还有设备都不就是这种公司都不敢去想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它出来之后有那么多人去嘲笑它 觉得它不可能成功 因为那个年代它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设备 你想想一个设备全是屏幕 它是不是很ridiculous 是不是很可笑很荒唐 在那个年代的话 它的确是荒唐的 然而实质上它跟其他的产品又那么不同 对吧 那后面当然了它的声带非常的 就是对吧 但是后面慢慢的就好起来 那Vision Pro这时候就回到刚才那句话 Vision Pro快速都出那么久了 那快速的从第一代2009年就开始用inside out的tracking 内外追踪 那到苹果这它不是内外追踪吗 它用什么新的东西了吗 它什么才没用 它就是把屏幕 当然我这个旧式当然说的也不是那么多 它这个这台设备是一个工程的奇迹 对 所以就是说但是整体体验上还是回到那句话 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快速用户而言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得到就是说非常就是mind blowing 直接就是爆炸 这种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买一个Vision Pro 我可以延续你的话题补充一点 就是我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它不像iPhone的原因就是 iPhone它就算再怎么创新怎么颠覆以前的使用习惯也好 交互方式也好 它归根结底是一个成熟品类的一个你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的一个个性 就是电话 是你通讯工具 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 但是Vision Pro无论是你延续了Quest的某些使用习惯也好 还是从其他层面说我有多么创新也好 它都不能避免一个事实就是至今为止 人类是历史上没有一款成功的头戴式显示设备 它是一个没有成功过的品类 所以它更难开拓这个市场 所以更不像是一个iPhone 然后我刚才再读一下弹幕去有一朋友有一条留言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咱们在刚才说这个 Apple Vision Pro更像Apple Watch 人家说 长得就很像Apple Watch 我给你说 目前它长得像 AirPods Max长得也像 他们三个就简直是 不止表观 包括那个头戴人接触啊 什么这个 还有那个玻璃的外壳跟金属框 就它这个金属我就服了 它应该把外头这个脸做成个表 就完事了 戴在脑袋上Apple Watch完事了 给别人爆使用吗 不用 对 让别人可以直接看时间 哇靠 这个路上碰见一个戴着Apple Vision Pro的朋友 问朋友几点了 然后这个人说 看我 不过话说回来 刚才Kiss这一顿输出哈 你感觉他义仍延迟的这顿输出 但是看见他这么大个的一个眼镜 挂在头上 我觉得很难相信他 他说的话 啊 哈哈哈 这个是 这个Persona的一个 来的啊 已经出现过两次了 哈哈哈 哎呦 哈哈哈 哈哈哈 就说呃 这次Apple Vision Pro 就这两个新功能吧 Persona和iSight 嗯 就实际上 有非常有用的功能性吗 嗯 有没有觉得 它需要 出现在这个Pro上吗 我还真觉得 我觉得就是iSight这个功能还真不需要 对 Persona的话 我觉得 Persona 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啊 来 你就是来先让姐夫说完的时候 我开始喷Persona 哈哈哈 啊 这样吧 其实我觉得 iSight 我觉得最不爽的 是它显示我们的眼睛非常的奇怪 例如它会有时候会把我们的眼睛拉扁 嗯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有的时候眼珠它的位置好像也 我不知道是不是扶窗的原因 我感觉它好像就是 即使我平时的盯着呢 它也会往上偏 是的 是的 甚至高低眼啊 或者是斗鸡眼啊 都会有 但是明明那个人不是长这样的 但是他iSight里面显示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 呃 这个画面 反而啊 我觉得它更有用的是 显示其他的那个很 呃 在在渐变颜色那个时候 我是挺喜欢的 还有如果以后能 检视其他的眼睛 例如说可能动漫的眼睛 或者是呃 动物的眼睛 那些可能会更有趣一点点 啊 然后 对对对 说完 说完外面的 我觉得里面的这个Persona 我觉得也可以说一下 现在Persona 因为是 我们的脸部的信息 然后就做出一个非常 他所谓的非常泥震的呃 呃 形象嘛 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特别像现在你看的我 所以我觉得我是呃 觉得跟我平常出镜那个形象是 非常不一样的 啊 我反而会更倾向于用一些其他的 虚拟形象 可以自定义的 那种会呃 我会更喜欢 例如说 他们呃 呃 Apple不是有Memoji 吗 我觉得可以每个人套一个Memoji 那这个效果应该会比你在iPhone上面那种Memoji 会呃 更迷震一点 因为呃 我们的表情控制可以更激励很多了 啊 这个我觉得是其中一个想法 嗯 就总比现在就像一个呃 丘陵一样漂浮在空中 有些人会觉得好像不太吉利吧 哈哈哈哈 天空出现三尊佛像 啊 啊 哈哈哈哈 而且我觉得外屏还有一个呃 是我们目前自己用觉得是没必要 但是我觉得还需要在长期去观察 呃看看我们带着呃 呃在外面使用或者在家里面呃会不会因为有iSight 能增加呃这个跟外界的沟通 嗯 对对对 因为其实啊 但是VR有时候是挺孤独的 你不觉得吗 我不能代表所有人 我不孤独啊 我玩单机玩挺好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就就就就就你玩着玩 除非你是玩VR系 或者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嗯 我们就当然可以用一个非常呃呃呃有效的方式去呃在不同的地方 你看我们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呃大陆一个在美国 这样子去玩就完全不孤独的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玩单机游戏 玩着玩着真的 就好像整个人只能困在里面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苹果他考虑加AAAAA Sight都是想让人呃呃不要断了联系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式有带有可以再改善一些 iSight的效果它它是受限于我觉得还是那个光山呃 我觉得不如没有 但我其实现在体验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 而是它本身光山这个方案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就是我是可以跟你平视的时候围着你去看 但是一旦你比如抬头了低头了 或者上下 对上下去看 哇那个完全不对的 因为那个原理的原因嘛 就很奇怪了 但是呢 如果真的是我偶尔过来找你 就像他宣传片里面那个状态 你在办公你在进行一个内容体验 我过来找你我事 你看到我了 然后显示出了你的asset里的persona的眼睛 我知道你能看见我 这是一个信号 就是我没有突然吓到你 我可以跟你说话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这样的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持续高效的沟通的渠道 它是一个 在我看来像是一个打招呼的那么一个功能 那至于你看见我之后 我是要求你摘下头衔来聊天 还是咱们就这么聊几句 这个就是后话了 我觉得这个不受限于它技术方案本身 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 我觉得很好 就是我觉得不是asset本身有多大价值 还是persona本身是有价值的 即使现在我看你们几个 依然还有很强烈的这种恐怖股效应 给我带来一些持久的创伤 但是呢 我相信啊 就可能过不了多久 而且还有mite的那个kodak apptime那套东西 未来可能会真的在工作领域 比如说我们就开一些严肃的会议啊 对吧 或者跟你的这个亲人朋友 有一个想要更面对面的方式 进行聊天的时候 那这个persona的这种形式 可能真的是大大解决了以前的问题的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用Quest Pro 它也有表情捕捉 严重追踪这些东西 但是呢 它驱动的那个卡通形象 或者我们用VRChat 它都无法准确的表达 这个物理世界里的这个我 我的表情 我的长相 但现在这是第一次有了这个选项了 普通的给了这个选择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第一步 它其实不太好 我也真的认同这个观点 它现在还不太好 但我感觉好像用不了多久 就会变得非常好了 至于那个iSight 我确实有点悲观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我觉得iSight用这个像素屏来代替都可以 或者我甚至觉得可能某些 关于iSight我也想参与一下 我说一下 我这么着 我先分着说 我先说iSight 让我们接着说 然后呢 我再喷这个Persona 我先提醒一下我自己 我发带忘了 首先第一个呢 咱先聊一下这个iSight 然后呢 我待会我接着喷一下Persona 关于iSight是什么呢 今天就是咱们不是聊这个吗 那其实我又可以带回来之前那个话题 为什么说Vision Pro跟iPhone是很不一样的 iPhone在设计上面 它秉持的是一种什么理念 它秉持的是极致的效率和做减法 当时所有的手机上面全都是键盘 安了各种各样烂七八糟的东西 苹果就只放了一个按键和一个屏幕 去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Vision Pro这款设备 可以让乔布斯直接原地气活 为什么这么说 咱就我这个电池我就不说了 这个电池显而易见 这绝对气活 这个iSight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 当然了现有阶段它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它用了这种方案 但是站在一个产品的角度 这个理念上来想的话 它为了让别人去看到你的一个眼睛 或者给到一个信号 它在外面竟然加了个显示器 为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用处 同时当然这句话说过来 肯定也很那个什么 同时我跟你说 inside out tracking的这个方案 乔布斯也肯定不会 就是不是说inside out tracking 就是这个彩透的这个方案 我觉得乔布斯可能也不会接受 就是当然我说乔布斯 就是我不会接受 我不代表乔布斯 你以为你做了一次AI乔布斯复活 你就是乔布斯吧 为什么我不会接受 原因很简单 它是一个极不具效率的解决方案 它带了这么多摄像头 同时录像 对吧 就是有的就不用于定位 用于录像的 用彩透的 要捕捉这些画面 它分辨率越高 它就越好电 然后给人眼看到的东西 还是进行降级之后的现实 我就前两天 我看到了就是SQC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是Twitter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网红 评论家也不是评论家 就是那个黄毛 他评论Vision Pro说了一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东西如果想离普及的话 它至少还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当然了 他说这个东西的话 他多少年 这个他说了不算 但是他有一个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这种设备你带上 是在对你生活质量的降级 是在对你 不是生活质量 是在对你现实生活的降级 你带上它之后去看一块屏幕 去认知你现在的世界 你把这个屏幕给它摘了 你就看到现实世界有多么的 多么美好 多么美好 多么好看 你带上它之后 你看着这胡了八七的 这全是像素点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为了看见那几块虚拟屏幕 你觉得这个机会成本值吗 当然了 这个还只是一部分 为什么我这么着说 因为我其实我现在 当然我不知道 OST这个方案 到底以后能不能成 但是最终 我肯定还是占OST这个方案 为什么这么说 极致的效率 不需要显示 不需要摄像头 去捕捉这些胡了八七 降级你生活的这种画面 你仍然可以通过一块镜片 去观看你的世界 其实去年CES的时候 这二三年CES 那视频我一直没出 我现在我也不出了 就是那个 当时跟老黑去CES的时候 当时这个技术 大家都知道 肯定就是业内人肯定都知道 但是可能就是普通观众 可能还不清楚是什么 当时看到了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名字 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家公司 以前的黑历史比较多 但有一家公司 它出了一款镜片 或者说是一个显示模组 特别有意思 它是什么 它的厚度就像是 加厚了的眼睛镜片 就是做了加薄的 高度数眼睛镜片 它可以做到什么 它可以通电变色 可以通电变成一个墨镜 同时它里面还融合了显示模组 并且它的FOV 你看上之后特别大 我当时看的时候 记得它FOV最大那款模组 可以达到120度的FOV 这么大 对 所以它导致了 这款显示模组 带来了什么好处 它既可以做VR用 又可以做AR用 它既可以做XR用 又可以做VR用 它VR的时候就直接通电 全都变黑了 反正 XR的时候就不那么黑 当然我觉得这个模组 它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解决方案 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 但是我就能想象现在 你比如说 当然这也只是想象而已 是没有保证的未来 你比如过10年 或者20年 这种设计 真的 Persona Persona是另外一回事 EyeSight EyeSight 真的 就是一个 我跟你说 再过几十年 我们看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现在看193几年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那个照片 你知道VR这个概念 其实在193几年的时候就有了 不是六几年吗 那可能就是六几年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那个 就是当时 那可能是196几年 这个其实是我当时在上设计课的时候 当时学的 当时是什么 当时就是一个大电视 贼场跟个火箭一样 啪 放在脑袋上 你看过那个照片吗 有 有 有看过 那个大长玩 啪 放在脑袋上 我跟你说 再过几十年 我们再看这玩意 可能就那种感觉 就觉得这玩意就像这样 哇靠 这个为了让路人能看见我们的眼睛 竟然还往里塞这么多显示模组 哈哈哈哈 小心点 OK 哎 电脑我建议呢 哈哈 电里没电了 赶快插电 快点快点 别断了 这是不是已经超过两小时了 看一下现在几点 电脑没有在电 没有 看一下现在几点 Danny是耳机没有电 哦 耳机没电 没关系 对 他还是能听见 哦 戴耳机 OK 哇一提这个OSC弹幕区就都忍不住了 你看看 哈哈哈哈 但是你们要知道 刚才Kiss说的也是十年二十年 这个我们都是有一个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的 嗯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很好 但是这个路径很长的 苹果现在也知道 对 所以他现在达不到 所以 只能受罪呗 对啊 就苹果为什么在下年WWDC的时候 这么多博主都称赞 他的呃 就是OSC那个效果非常好 那是因为他里面的曝光 是比平常用的家里亮很多的 哎真的是真的是 我就觉得他那个光绝对是调了不知道调了多少遍 弄出了就为了让VST看起来特别好 你连普通人的家里面用那个正常的灯光去看 哦对 你转头绝对会有 对这个事我要 这个事我要讲一讲 然后会有脱颖的 之前的那个那些呃体验里面 哪怕是呃就无论苹果的官方的还是什么 大部分人没有提到的 这次大家收到货了 普遍包括我在内都有这种认知 就是正常的 你刚才说的家庭的灯光 包括我们认为的很多公众场合 公众场合 酒店大堂 那个商超 很多正常的这种场合 都会被提示光线过暗 就你在拍摄 用Apple Vision Pro拍摄空间视频的话 它会提示你无法拍摄 是的 光线过暗 然后呢同时呢 你也会注意到 比这个正常情况下 你认为的它的透视效果 它的模糊程度要高出好多 就你一转头 你看到这个视频流 透视出来的现实环境 动态模糊效果极严重 这个这个真的 我我我平时也是个很 算是个 这个真的忍不了 就是确实是对光线要求太高了 也不能只望每个人家里都用那种高 这个照度的这种这种布光啊 也不不可能都是摄影棚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求点过高了 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除了你日常的这个透视和录制视频之外 你定位其实也会受光线影响 这也是一个 比如说你现在在用那个 你黑的时候它是定不了位的 对它不有个旅行模式吗 就在飞机上啊之类的 它也有演示说 这是一种使用情景 你可以看片子 但我在飞机上实际实际使用的时候 你想它一定是有一段旅程 它是把这个灯光调的非常暗的 如果是夜间飞行的话 那个光线其实对居宗就非常不友好了 然后会频繁的出现一些问题 即使是飞行模式 是吧 那个又没事的 这个其实是需要长期使用一下 我觉得可能会得出更严谨的结论 但现在看来 有些东西可能受光线影响的有点过于严重了 尤其是其实刚才提到那个空间视频 压根就不让你拍 我如果用iPhone去拍空间视频的话 它顶多就提示我光线过暗 那我还是能拍的 只不过拍出来的结果是 因为它是两个镜头参数不一致 所以左眼可能 不是某一只眼可能是噪点特别严重 对吧 那个细节特别少 某另一只眼跟它状态不一样 但是头显上就压根不让你拍了 这个我就很不能理解 我觉得它是为了不要有不好的传播吧 但是我用iPhone拍那个显然是更差的 说实话 这个对有点不能理解这个标准是什么 但是但是我有方法其实能破解的 破解的办法就是你把你那个画面 投放到iPad或者iPhone或者Mac上面 然后再用那个iPad来录 那就可以了 对但是这个就只能录一个没有立体感的画面 是录屏 对只能录屏 录屏 对 但是你拍那个空间视频的就真的不行 好多都不行 哎 嗯 真的让我挺无语的 特别是我昨天我去上台里面 我打算拍一下 路人如果看到我戴这个Vision Pro 会有什么感受吗 结果我只能拿出我的 那个运动商机在我前面 自己的Vision Pro反而是不行的 在箱厂里面我箱厂里面的灯光 箱厂应该是很亮了吗 对我们的认知 箱厂里灯光一般都很棒啊 对 不复的光啊 对不让打开 哎我去那好吧那那那那我的幻想破灭了 这玩意儿那那那我真正真正的抖音那全都不让拍 这玩意儿没内容了 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他那个也限制而已 如果呃我们使用的人是有这个需求的话 应该可以在呃软件里面 OFT里面 呃都OTA升级的时候去呃破解的 就是会解锁的 没有嘛 沈亿诚问会不会是平闪的原因 平闪的原因 灯光平闪 但我们在商场里面没有看到灯光平闪 我是看那个呃那个巴士公交车那些灯牌会有平闪 看手机会有平闪 但是商场的灯光没有 嗯 我依然觉得空间视频这件事在Apple Vision Pro这儿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它重要这次是解决了手机端的拍摄问题 就以后所有人都可以随时拍了 呃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因为咱们时间可能也快到了 咱们再聊几分钟 然后我我这儿在引出最后一话题吧 嗯嗯 呃我先讲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有很多缺点 呃很多让发烧友和以前的VR玩家不满意的东西 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 它还是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惊艳的初体验 呃当然这个前提可能不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因为大部分人确实不会考虑 对的 呃我是觉得 他的那些缺点或者以 或者以未来的某个角度 我们认为一个理想中的AR眼镜应该什么样的角度去考虑 他的这种不不理想呃 呃依然不能阻止一个事实就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预览 他是想他先让你以一个极高的成本去预览了一下 比如10年之后20年之后一个日常佩戴的OS的AR眼镜可以做到什么样 对吧 他是个目标的描述 让更多人相信这件事这样就会有更多人投入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一个价值 所以我想问各位就是咱们这最后一个话题 最随便想 就是假设10年20年之后 你有了一款无论什么牌子的日常使用的AR眼镜 你能想象自己拿它干嘛吗 因为我们肯定无法预设未来到底是什么生活方式 但是你肯定有你最想做的事 你们可以想想会是什么 最想做的事 对 我预想啊 我觉得我们得先假定他有哪些功能 任何 就是你现在有了一副AR眼镜 你可以想象他能做任何事 你会拿他来做什么最想 我先举一个例子吧 好呀 就是举一个大家可能在电影里见过的钢铁侠 拿出来他的图纸 然后把手伸进去那个 然后全息是吧 全息的东西直接附在他身上 只要AR眼镜能做到就行 就是满足我生产力工作需要的东西 那还是跟3D资产有关 就是 那肯定啊 对吧 就是操作3D资产 未来是要看到3D地体的内容 那我势必还是要拿他进行生产力 不然我看2D干嘛 这也是个好话题 就是未来的生产力 其实都是围绕着3D资产的 不像现在 因为他需要消费3D的东西 所以我要生产 即使是个2D资产 未来其实本质上都是3D资产 因为他的空间中 是吧 不 不觉得 是吧 其实我个人觉得 如果AR眼镜能够发展的 够好 够理想化 是可以取代手机的 因为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体验那么长的长时间 Apple PINEME Pro 我可以做到不用手机 我可以做到多个屏幕 然后聊天 如果他就是空间键盘做得非常好的话 那我就直接这里打字回复 然后我不管什么讯息啊 或者是看三星资产 或者比如说 我们现在如果导航的话 用手机 那以后用AR眼镜导航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想要去了解一个房产 那现在这个Apple Vision Pro 里面就有一个叫Zillow的 就是看房产的那个APP 就可以大概 美国的就是链家地产 对对对 以后我看房产 那我就从这个眼镜里面调出来 然后我可以看这个房子的3D模型土 然后也可以把它展开来 然后直接看那种全景的视频啊 或者全景的照片什么 就是我觉得手机做得到的事情 AR眼睛也都可以做得到 完全可以戴手机 打电话就更加不用说 嗯嗯 我是想如果能做到真正的AR地图 就是我戴上眼镜以后 那些建筑物会弹出一些虚拟的信息 可以例如说可能 其实有点像我们看到的 那个在赛博朋克的 营翼杀手里面的那种的画面 嗯嗯 对就是会可能你平常是一个正常的建筑物 你一戴上眼镜以后 你发现有一条虚拟的大鲸鱼 在你下面去游过 就等等这种的虚拟的宣传的东西 然后去吸引你 虚拟装饰品 就跟那个Pokemon Go似的 弹幕区沈亿陈也在说 Pokemon Go VRC 版VRC什么样子 对 这种的话 我能想象到 有个十年后的技术路径 或许能实现的 嗯 对那我的话 其实针对于某种使用场景的话 我觉得甚至这个都 就想的意义可能不大 因为十年到二十年的话 有许多甚至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东西 对 这很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像牛顿当时他失败 为什么失败了 当然他系统很难用 就是苹果的牛顿 系统很难用 完了之后呢 他手写识别也很差 对吧 这个是他失败的原因 然而导致他最终真正失败的原因 其实是没有互联网 当时这台设备 你只能在那自己写的 自己弄 其实没有对工作效率 有太大的提升 嗯 然后互联网成就了iPhone 并且互联网成就了 现代的这些手机APP 嗯 对吧 就一大堆手机APP 包括这些电商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下一个十年 或者下一个二十年 我的期待是什么呢 就也不是我的期待 这是一个BNN方向 就是对于MR或者说VRXR而言 它最重要的组合是什么 那互联网我们肯定不用说 因为互联网对于现金的移动计算设备 已经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必备品了 对吧 嗯 那我觉得下一个必定就是AI 嗯 所以说我觉得Vision Pro 就是不是Vision Pro吧 就是说这个品类本身 因为MR本身只是一个传递信息的媒介嘛 它是一种体验的媒介 是一种相较于手机啊 这种平面的东西 嗯 多少体验有一些不同的媒介 那我觉得在本质上 如何改善它的操控 那就像我们上次在腾讯新闻里面聊的 如何改变它的操控方式 如果如何能让它的效率变得更高 那我觉得这些就要把希望基于AI 嗯 来来提升我们未来的可能娱乐生产力啊 甚至到生活的方面面 嗯 至于使用场景是什么呢 等它出来再说 我说也没用了 哦对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目前很多这些的设备 其实一个大问题就是 我们大家只能看到自己看到的画面 其他人都根本不知道 就我就想 如果是可以分享屏幕的 呃 但分享屏幕也是比较麻烦吧 就是如果说 不麻烦 你直接一拉完了就可以分享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试过 哦 这是你说iOS的设备时间吗 对 你可能不知道 你直接一下拉 那个 一下拉 那个什么 一下拉 那个控制中心 啊 啊 对 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按第三个按钮 share my view 就全都分享过去了 啊 这两天跟朋友聊了好久 这个 这就还行 但是 投胎式设备 它里面那些画面 始终是要自己去体验才行 特别是 那个恐龙 恐龙的话 你只是看恐龙在那个框框里面跑来跑去 你没有什么感觉的 如果你是看share my view 那个画面的话 但是 当那个恐龙真的走出来 想让你摸一下的时候 然后出了框 那个感觉才有一点点 就是 你感觉到 哇 那个技术的震撼 而且那个3D的表现是 平面屏幕是表现不出来的 嗯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以后的设备最重要的 就是可以让每个人都带上 然后可以一起share看到的画面 就可能是脑点吧 全球的脑点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了 是的 其实它很多的这种应用还是限制在 包括像媒介的分享 还是限制在2D的 那既然它已经是一个双目的设备了 其实它应该更注重一些3D那种的这种体验 是的 是的 以后直播就都是 以你为主持者 Vishmen Pro 带个Vishmen Pro 进行户外直播 在大街上超人嘴巴 是 弹幕区的朋友呢 也都各自提到了一些影视作品 科幻作品 一些技术 感谢 未来10年20年谁也说不准的 但是呢 谁也说不准 对 未来的方向不好 这有一个好 一个现在比较好的点就在于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基础的技术的问题被解决掉了 我们也看到了大厂在投入座了 所以呢 无论是听众里面 我知道大部分都是发烧友爱好者以及从业者 咱们这里面其实很少有一些小白用户 所以我知道你们也期待这事能成 现在这个苹果出了 无论它怎么样 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咱们期待它两三年之后 还能出新品 更便宜 更好用的东西 这个是我最大的期望 好吧 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节目可以先到这 然后我们每周 也可以继续再加播 我觉得这个形式不错 以后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个 Avatar 无论是用Persona 还是用什么VRChat 我们之前试过很多种方式 对吧 用各种各样的平台 但是呢 有一些是因为网络原因不太合适 长时间使用 Persona 我觉得现在这期看起来还行 中间断了一次而已 而且你们的这个表情 现在真的 越来越自然 我跟你说 Persona 最抽象的地方是它的手 我跟你说 你这连胳膊都看不见 这就像一个真人版的emoji 就给人感觉特别的weer 特别古矮 这手 你看这手 就这个 Good morning 好 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了 我们是一个VR玩家的直播闲聊天台 每周三直播 然后呢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这几位嘉宾的个人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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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